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直指本心之见性 主著先佛为三教圣人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欲虚公元始天尊 佛祖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将 第六章 真假智慧 所谓真、假 并非一指真的或假的 在佛法异地中 有所谓全智 即是了之三圣 编著 即生文圣 缘觉圣 菩萨圣 全化之法 又称作方便智 有实智 即了之 圣真实之法 又称作真实智 即真如 无以真假为题 即是要探究 此二智对于 无不以佛法 以地作阐述 而以教入世之说法 为剖析 在一个教卖中 或道场上 善知师们以善巧 设纳诸众之善心 以阐述诸佛圣之慈悲 显化种种事迹 引渡有缘进入道场 如此 或可短时间内 引渡甚多善众进入道场 共同推行道物佛式 但是众生根气不一 若因得显化或显化于自身 相对必然失去信心 导致退离道场 亦时荣景亦成净花水月 此为方便智 因为在道场上 在教卖中 必然需要甚多人力 物力 财力之结合 使能行成一 古巨大动力 但是受度者 没有奠定良好基础 即对修行之确切认知 当然容易受到打击或影响 另一种善知识 是以真实法教 异地传道传法 引渡有缘进入道场 所以因法教 而生出亲近道场 愿意修行之人 则在过程中 极不易受到影响或打击 无局此二例而言 并非判定方便 置与实质之对错 而是探讨修行者 必要认知真实质与全质 正如二例中 所代表善知识之做法 为道场 既善巧方便 设纳诸仲 当然是智慧 但以根本教法薰染 引渡诸仲 使慧根者 一旦发露亲近而进入道场 当然即使中流砥柱之精英 所以真假智慧之分叛 是在过程中之运用 而其结果才是根本 若能在闪窍方便运用中 加入根本之真实教法 如此可以令受引渡者 在因佛圣之慈悲显化 心生欢喜 进而亲近道场 又更能因至受教法异地 而心生法乐 进而坚定修行 直至修行过程中 历经千锤百炼不退斗 终究可以得其教法真谛 而为教卖作千秋万史之贡献 新德与探讨 第六章 真假智慧 在释迦摩尼佛圣训中 这段经文深刻阐述 真假智慧在修行过程中的 重要性和差异 佛教、道教、儒教以及基督教 都有类似的教义 强调真智慧和权智之间的 平衡和运用 释迦摩尼佛提到的 方便智和实智可与 金刚经中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的教义相应 金刚经强调的是超越表象 直达真实的智慧 这与文中提到的 虽然方便智能够吸引众生 但最终需以实智来奠定根基 防止修行者因幻象而退转 道德经提到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这句话提醒我们 世间的一切皆是变化无常 唯有把握道的真谛 才能不受外界影响 这与文中所述真实智能 使修行者不易受打击 坚定修行 达道道的根本一致 论语中 孔子提到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意指君子应该专注于根本 当根本确立 道自然生成 这与文中提到的 应以真实法教引导众生 使其心生法乐 进而坚定修行的理念相合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这句话强调的是信仰的核心价值 即以真理为根本 引导信徒走向永生的道路 这与文中提到的 以真实智引导修行者 最终为教 卖坐千秋万世之贡献相呼应 总结来说 这段圣训提醒我们 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仅要运用智慧吸引众生 更要以真理为根本 建立坚实的修行基础 唯有如此 才能在历经千锤百炼后 不退堕 达到真正的智慧和修行的圆满境界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 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 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结 见道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在向善法 这些关系 自己 原罪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赤拱横堂有为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一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